一名男子坐在警局内 跟警察比手画脚 情绪相当激动 而男子在不久前 因为多次开车前往警局 按喇叭挑衅 遭警方逮捕 当时男子驾着这台白色轿车 前时多次到警局前叫嚣 4号凌晨又出现在街头上按喇叭 警方第一次围捕时 他还驾车逃逸 不久后被巡逻远警发现 展开追捕 最后在青年一路 和民权一路口 前后夹击包围车辆 那个时候我们用那个三节棍 由于当时男子始终不下车 警方只好急破车窗 将男子拉出车外 车内散落玻璃碎片 警方在车上仔细搜查 当场查获毒品 将男子带回侦办 男子在警局内不断喃喃自语 当警方询问为何前往警局叫嚣 他情绪激动表示 受了神明指示 还嚷嚷要去选议员 男子又是叫嚣 有时骂警 最后因为持有毒品 被依法送办 记者高雄综合报导